台中先天丰隆盛道堂为了弘扬帝母娘娘慈恩 爱心不论人后日前在办理完普渡大法会后 特别将200份的普渡物资捐赠给了花莲市食物银行 而市长卫嘉燕则是代表接受并执政感谢状 东大门夜市广场中摆满一桌桌共品场面超盛大 这是台中先天丰隆盛道堂日前首都跨县市来到花莲 所举办的普渡大法会 为了弘扬帝母娘娘慈恩 台中先天丰隆盛道堂爱心不论人后 在办理完普渡大法会后 特别要将200份的普渡物资捐赠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这阵子因为就是疫情后疫情的时代 那公所的物资其实是比较短缺的 那请临的民众也是非常的踊跃 那感谢就是圣道堂在这段时间内 这个集思雨的物资的记录 让我们花莲市的民众可以有 更多的物资可以勤领 那我在这边也呼吁就是各 善心的企业或者是社团或者是公庙 如果有物资的话可以让我们来帮助 需要帮助的民众 那食物银行其实这阵子比较短缺的物资 有饮有的奶粉跟尿布 这部分是比较短缺的 如果大家能力可以的话 就欢迎大家来做捐赠 市长维嘉燕则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人士 宗教社团与企业单位 大力支持爱花莲食物银行 他强调到食物银行领取物资 并无户籍限制 只要生活面临困难需占度难关 都可以备托相关文件 到爱花莲食物银行填表申领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道